我们的一生会遇到过8263563人,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,会和3619人熟悉,会和275人亲近,但最终,都会消失在人海。 01,短片我们一生会遇见多少人?短片开始,一个8万人的城管里,里面站满了与男主游过交集的人,男主站在舞台中央,说了一句话,如果你不记得我的名字,请坐下,此时,大部分人坐了下来,男主又说,如果你不知道,我在学校的绰号是公主,也请坐下。 于是一大批不知道他绰号的人,又坐了下来,男主继续说,如果你不知道,跟我有缘无分的人是谁,坐下,如果你没见过我哭,坐下,说完这些,八万人的城管里,仍然站立的人,也连连无几。 这时,男主又说道,如果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,请坐下吧,于是,刚才站着的几个人也都坐下了。 只剩下男主,一个人孤独的站在舞台上,看完短片,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,有一首小事这样写道。 走着走着就散了,回忆淡了,夕阳靠着山眷了,清空暗了,一朵花开地映了,春天怨了,路的尽头不见了,骨子乱了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身边的人渐渐离远逝,重要的人越来越少,而留下来的人越来越重要。 正如视频最后,每个人一辈子会认识将近八万人,在我们认识的所有人之中,只有少数几位会变得很特别,保持联系。 生命中有很多特定的刹那,都像一首美丽的诗,没有起始,没有终结,因此,那相遇的一刹那,就特别清晰而甘远,特别苦涩而油然。 龙英台和儿子安德烈的信中说道,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,每个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,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品位,玩自己的玩法,建立自己的对合作的标准。 时间是亘古的正义守护者,他考验人日的一切关系,人生这段旅程,迎来送往才是常态。 零二,时光在变迁,岁月在成长,很多时候,我们都以为来这方长,但是生命来来往往,太多事情在无常中就可能永远消失,有些事情一旦错过,就在无可能,或许,只有历见事实,才会明白,眼前拥有的,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。 六十一岁北大教授,孙岐祥的一篇演讲珍惜,曾传遍朋友圈,关于珍惜,他是这样说的, 一,请珍惜当下,明日复明日,明日何其多,我圣诞明日,万事成蹉跎,人生真的就是一场马拉松,每一个到达终点的人,都是从第一步开始,从每一步积累的。 珍惜当下,认真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情,并且,在自己的能力范围,内心量做到极致和卓越,养成这样的习惯,将会让你终身受益。 二,请珍惜自己,特别是你的健康,有两种东西丧失之后,才会发现它的价值,清纯和健康。 特别赞同瑞士心理学家亚美露对健康的洞见,健康是一种自由,在一切自由中守区一职,你可以像萧一法造一回,那首歌中唱到的那样,我用清纯赌明天,但同学们,千万不要用健康赌明天。 三,请珍惜他人,在大全世界里,在云云众生中,我们能走到一起,真的就是一种缘分。 因此,要学会珍惜彼此,珍惜师生情,珍惜同学情,珍惜朋友情,不要把从别人甚至你的父母那里得到的一切做理所当然,而要心存感激。 珍惜,长思回报,珍惜是什么?珍惜是一种感情,舍不得离开,不忍心拒绝。 珍惜是一种付出,时刻四面着,常常关心着,在乎一个人,才会珍惜,珍惜一个人,才会包容。 珍惜,不是虚情在义的关心,而是不离不弃的陪伴。 真正的珍惜,是不求回报的付出,是心甘情愿的让步,是心和心之间互相理解,是人和人之间互相包容。 零三,我有所念人,隔在远远乡,我有所感逝,结在深深长,相远去不得,无日不珍望,长生解不得,无息不思量。 白居易业语,我有着深深思念的人,却相隔在远远的异乡,我有所感怀的事情,深深的刻在心上。 一辈子真的很短很短,有多少人说好了要做一辈子的朋友,可转身就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,有的明明说好明日见,可醒来就是天各一榜,一直相信有些相逢是命中注定。 就像茫茫人海中,有些人转身便消失在各自的生命里,有些人却能深深落进心底,历经千山万水后。 三毛说,我不求深刻,只求简单。 顾承说,我需要最狂的风和最近的海,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,珍惜你身边的人,珍惜陪伴你的时光。 珍惜那些逝去的日子,有人可以陪你走很久,但也有人匆匆相离,不必伤感难过,至少那些短暂出现的人,也惊艳了曾经的时光,温柔了曾经的岁月。 已经离开的朋友,愿你平安喜乐,那些留下的,一路走来不容易,感谢你还在。 多少年之后再会少,你会感触,曾经的相遇相聚,在你的记忆中虽已不再清晰如昨日,却时时被清幽的花香唤起,被分飞的细雨淋湿,被虚虚的清风牵动,仿佛是午夜那首悠扬的乐曲,再次想起,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旋律。 感谢生命中的那些相逢,感谢那些身边和远方的朋友,珍惜有你们的日子,陪着我一路前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